鏡頭轉回到國內 高雄前鎮一棟大樓 昨天深夜發生大火 情是一名富人將電動機車電池 拿進屋充電的時候 突然冒煙燃燒 富人的兒女也因為灼傷送醫 電動車業者就提醒 如果電池已經達到使用年限 或是電池外觀有明顯撞擊 膨脹等狀況 都是電池出問題的前兆 電池燒到殼溶掉 變成焦炭 讓人觸目驚心 高雄前鎮明泉二路一棟大樓 五號深夜發生火警 原因是一名富人將電動機車的 鋁電池拿進屋內充電 結果充到一半電池卻冒煙燃燒 還有住戶聽到疑似爆炸聲 大樓住戶被疏散到樓下等待 事故也造成富人的一對兒女 分別因雙手及臉部手部等觸 卓商送醫 電動車電池因充電等原因而冒煙起火 並非第一起 業者表示電動車電池 網路就能買到 但若買到劣質電池 雖價格可能便宜好幾千元 但品質恐怕難保障 另外電池使用年限通常為三到四年 老化或撞擊也可能造成起火 業者表示若發現電池外殼有毀損或撞擊 凹痕或電池有膨脹狀況或異味都可能是電池出問題 提醒民眾務必將車送回原廠或專業車行檢修 確保安全 記者 陳懷 許正俊高雄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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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